《Co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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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Hi Kim 今天我們在Yakata 是嗎?Jakarta? Jakarta,雅加塔 我想知道有一個在創業平台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在過去,其實我形容我自己是一個商人 什麼商人呢? 應該這樣形容,其實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商人 往往其實很多東西我都是向錢那邊看 過去二十幾年我都是看 人生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覺得賺錢 賺錢是覺得最重要的 變成其他家庭生活 很多東西其實我忽略了 但是其實在過去四年多 這個平台的發展 當然你讓我得到的,沒錯 財富得到 但是你說得到財富 其實是不是我內心最開心的那樣東西呢? 其實我發現不是 很多東西其實我們需要拿過平衡的 那在我方面來說 錢背後帶給我的 其實是第一,以前其實我很少跟我兩個兒子溝通 因為一直都是忙著工作,做事 工作在高峰的時候就走不開 工作掉到低潮的時候又要去找項目 變成很矛盾的 過去十幾年其實人生都是這樣過 但是現在呢,我想最大的不一樣是 我兩個兒子現在很疼我 很黏著你,很黏著我 這盤生意呢,印尼的業績跟你是無關的 對 但是在同時你在那裡 不單止在那裡 你想和寄給你的全 我想知道呢,為什麼有這樣的動機呢? 就是為什麼 What was the driving force? 有什麼大動力令他這樣做呢? 我覺得… 我記得當時我來到Harris和我說 系統的文化,愛感恩奉獻 我認為這是口號,四年多之前 但是慢慢激了這段路 我發現這個真的從心去體會出來 讓我明白到 怎樣才可以讓自己得到更多 明白 最值錢、最有價值的是內心的成長 我覺得 只要如果… 就是願意我們去付出的 不問回報的付出呢 其實我發現 去到最後得著最大 是誰呢? 其實這次過來 我覺得不是印尼的團隊得著最大 其實是我,有很多東西看到 Cam,你怎樣去做呢? 而我也是在Yan Yan 其他領袖身上呢 我都學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Patrick,我看到你 第一,不單止財富方面 你改變了 亦都家庭生活 改善了 又更加開心 爸爸 你自己和兒子的關係 和兒子的關係 又更加好 除了這些之外 我看到你最近很大的改變 短短幾個月 受到五十磅 所以你可不可以說 我想知道你的心得 就是說 這個過程下 我的天啊 幾個月短短幾個月 受到五十磅 這不是一個小數 五十磅很大 很多脂肪 我想知道 第一,你怎樣受到的 第二,你覺得 你減肥的動機 那個決心 和做生意 其實跟真的差不多 那種決心 那種定力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很清楚為何我要減肥呢?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去美國的年會 在去年 完了之後 你就帶我們做一個 Leadership Retreat 那就去了蝕東 那一刻其實我是很不開心 為甚麼呢? 我看到你呢 就帶著我們一組 我記得當時有和平 和平大哥呢 我們是Double Diamond 其實他已經是Club 60了 六十多歲 六十多歲 我看到過那個懸崖的時候 何必過得到 所有人都過得到 但為甚麼? 就是Stay me alone 為甚麼會 拉低了我一個 為甚麼我過不了去? 因為當時其實 我很沒有信心 我很肥 我怕真的 差錯步就滾了下去 我很害怕那一刻 那 自從那一刻開始 回來後 我便離開蝕東拿時 我就跟你說 Kim 我決定了 我回香港要減肥 所以我覺得成功 其實是一個決定 是逼出來 還有其實是一個決定 明白 Patrick看到了 這短短幾年 四年是不是四年? 四年多 四年多 是不是人生全部翻轉? 很大改變 Oh my gosh 其實你說過去曾經 很短暫的光陰 曾經嘗試擁有的財富 但是不長久 而且擁有的 真的只是錢 不能說財富 根本不是財富 只是很短暫的錢 即是得不到任何快樂 對 我經常形容以前 以前我認為自己快樂是甚麼呢? 是用錢 堆砌出來的快樂 但是今天 其實那種快樂 是錢沒辦法買到的 我經常形容 這四年多 是我人生過得最開心的 哇 有些人問我 他說Patrick 如果讓你在第一年 因為我第一年很全力去打拼 坦白說 其實是真的很吃力的 可以說辛苦 頭一年 如果有人問我 再辛苦一點 你願意嗎? 坦白說 我多辛苦一百倍 如果我知道 有今天這樣的生活 辛苦一百倍 我也願意 都值得的 明白 很值得的 下個四年 我們更加努力 好嗎? 對… 我想最重要的是 謝謝Kim 因為你改變了我很多 最重要是改變了我的內心 成為了不一樣的人 你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說話 我很深刻的 有一次其實是在… 我們好像在鑽石的巡迴那裡 你很坦白地跟我們說 你很希望我們成長 你說了一句其實… 我體會到的就是 你不是去教我們 怎樣做一個有錢的人 你是教我們怎樣做一個有用的人 當時我… 我不是很明白的 但是我真真正在你身上 我在Ewan 很多大的領導 我看到這一點 就讓我慢慢開始改變 有你這樣的例子 有你的以生作則 你去做 你這樣的動作 真的也是讓很多人改觀 所以我相信 我們一起一起去 心連心地 一起去帶動人類 去享受更好的 用愛的方式 不單止去賺錢 也是一起去回歸社會 Thank you very much Doctor Thank you Kim Thank you 來吧